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李嘉一 那么我们很多朋友都会在节假日的时候 选择开车出去玩 那如果我们开车去外州 加州买的保险到了外州 还能有保障吗 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华行保险专员 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主任好 刚才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如果说我们开车出去自驾游的话 到了外州 那我们的加州买的保险还能再用吗 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 其实是可以保的 那如果开车到外州 只要是在美国境内的话 你开到哪边 你的车子还是会享有相同的保障的 那当然可能每个州的规定不一样 例如说加州这边最低的保额是一万五三万 那你可能到了外州 可能变得更高或者是更低 那它就会相应的match到那外州的这个minimum的coverage 当然如果你是保的比较高的话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发生的事情还是会照你赔 但这边讲的是你开的是自己的车出去 但是如果有人就是说我们是出去租车的话 其实一般来讲如果比较大的好的保险公司 你的保额也是可以延伸出去的 就是说我租车去玩的时候 我不需要另外再买一个保险 但如果我的车子我本身买的只有第三方责任险的时候 我租一台比较好的车 我可能我需要买一个车身险 那也可以cover到说如果我不小心把那台车撞到的话 那也不用自己掏钱出来理赔 OK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多多的记住 那么对于改装车 一些年轻人都非常喜欢把自己的车子改得很炫 很酷 那这样子的时候改完 那之后的车子保险公司还会保吗 其实是会保的 不过要看你改装的部分它有没有保 那可能一般来讲 如果你没有特别跟保险公司提出 说我的车子有改装 我只是给一个引擎号码的话 那这个时候汽车保险的 其实保费可以看到是一样的 因为它并不知道你的车子有改装 那当然如果你说我真的装了很好的音响 钢圈或者里面加了一些很炫的东西的话 你特别提出也需要特别去加保 那这个时候其实保费也会上升了 因为一般我们来保险的时候 它只是保说原厂出来的这个车子 它并不知道你后来自己加了一些什么 那当然真的是很贵重的改装车的话 要特别去加保 这样子你在发生事情以后 才可以有这个保障的 那如果说完全把汽车的颜色都给喷成 完全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喷成粉色了呢 其实颜色来讲不会有影响 很多人都在问说是不是红色的车 这样子比较 保费会比较贵一点点 因为他们觉得说你那么鲜艳的车 可能比较容易拿罚单 比较容易超速 通常警察都会说拿罚单的最多颜色 就是红色和白色 对 所以是不是这两种颜色的汽车就保费比较高 其实白色我倒没有听过 大部分就是说鲜艳的颜色啦 那刚刚所讲的就是颜色 其实对汽车保险的保费是不会有影响的 只不过你开一个那么鲜艳的车子 你在路上会不会比较引起警察的注意 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们警察会蛮喜欢的 对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放慢速度才可以 如果想开颜色鲜艳的汽车的话 那么我如果说这汽车真的很不幸 停在路边被别人敲打了 然后车子里面比较贵重的东西 就是被小偷偷走了 这个时候汽车保险会不会负责 其实它分为两个方面 如果你的车窗被打破的话 这个是属于汽车保险理赔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有买全险车身险的话 只需要自付额 那其他的部分保险公司就会负责修理 那是你里面的财务的部分 其实汽车保险是没有保的 那如果你刚好有房屋 有买自住就有房屋险 或者是租客险的话 那这个私人财务的部分 是属于房屋保险在报 那大家要记住的是 房屋保险都会有自付额 那当然你的理赔的 你这个数目要超过自付额以后 保险公司才会可以开始理赔的 OK 那么对于新移民 或者说到我们洛杉矶来旅游的这些人士 他们要怎么样买汽车保险呢 你旅游的话呢 看你是要买车还是租车 当然你只是要租车几个礼拜 或者是一两个月的话 还是建议可以跟直接跟车行 租车行那边去买这个保险 当然你今天不仅是旅游 可能会考虑长期住 也会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甚至一年呢 对那其实一般来讲 买的这个汽车保险 最少我们是买那个六个月的 六个月的 那你买车的话呢 要看当然要看驾照了 那国外驾照其实这边是允许的 就是你拿国外驾照 你可以在加州开车 我们最近看到新闻是说可以开一个月了 但是其实当然你要长期开的话 还是要建议一定要换这个加州驾照 那保险上面也是可以买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 都可以接受国际驾照的 因为像我们加州居民在买保险的时候 保险公司要先看你的记录 但是你是国外驾照的话呢 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记录 所以比较少的公司可以接受 那保费来讲呢 可能会比加州居民贵一点点 当然就是要看说你的年龄啊 还有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车子 这个都会有不一样的 那上一个段远呢 我们有和大家讲过说 这个对于年轻的学生来讲 不同的族群呢 还是有一些优惠的 那么除了学生以外 其他什么样的族群 还可以有一些优惠呢 一般就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族群 例如说你在大学的时候 读的是一些science 或者是engineering的major的话呢 只要出示这个毕业证书 或者是你以后工作的这个 occupation的证明的话呢 保险公司也会提供一些相应的折扣的 OK 非常谢谢祝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可以说呢 买了一份保险 多了一份安心 平平安安出门 快快乐乐回家 我们学习来进到广告 马上回来 好 为什么 我们很快乐 很快乐 我们会给我